有一個點是我曾經都沒有聽過的 所以我們討論的時候就覺得很震驚 國殤之柱最好有一天 放在天安門廣場去悼念八九六四 香港為什麼國殤之柱 就是這個pulet of shame 因為會出席在香港 就是因為不能夠放在北京 不能夠放在北京才妥協地放在自由的香港 香港都沒有自由 還有賊出現去搶藝術家的作品 那件作品我們都有討論到價值有多少 你想一下國殤之柱 你不要只說那個藝術家本身投入了多少時間 多少香港人去裁那個柱 那些物料 那些人的空間 還要加上歷史上的價值 每一年都有一些香港市民去香港大學的國殤之柱那裡獻花 那都是其中一個 我有年多四年 就是六四都有去那裡獻花 又見到其他市民去那裡 那有些人是非常的不開心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對香港人來說 的歷史藝術物物來的 那因為擺不到在北京 就擺在香港 那現在擺在香港又被人偷了 那所以呢 這些東西是很重要的 中國就在爆炸著 你現在看到 中國也有可能有一天這些大獨裁者 習近平會倒台 到時呢 交了個裝物出來 高志弘先生來到我工作室的時候 相擁 因為都是第一次見 之前見過很多次在網上 他又說了一些很感嘆的說話 他講過說 他認識的所有香港的朋友 要不就坐牢 要不就流亡離開了香港 他自己個人都不能夠入境 鄧炳強還說高志弘先生是一個罪犯 就是暗示他 因為高志弘先生曾經向香港政府 說要求一個國殤之柱給他 不還不止 還誣蔑暗示一個藝術家 是一個罪犯 這些是令到他很不開心的事情 現在香港政府就偷了 漏夜夜媽媽這樣 鋸爛了別人的雕塑 還這樣殺賴 又說別人才是罪犯 高志弘先生都覺得是非常憤怒 香港人對八九六四的哀悼 其實是一種練習 去練習一個同理的心 去對民族、國家、自己的城市 的一個身份、感情的練習 但其實我們香港人都有我們自己的八九六四 我們自己的八九六四就是2019年反送中事件 接下來的《國安法》 真的又有人死亡 香港人死亡 又有香港人被香港警察射擊 就是遇到這些這麼多不公義的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種這樣的磨煉 可以這麼說 煉了幾十年 就是對八九六四的情感 這種練習 所以面對著2019年 下年就是五周年 也都有那種情緒 去面對歷史 讓大家不要慰望 高度無罪 知情有隔 請支持追新 追新的城市 派遇戀